臺灣帶須Frontlineをご覧のみなさん コンプワンワン 今天我們來到第六集囉 這個節目就是可以看到我們五位成員 一起來學習如何上日本節目的技巧 還有學習很多在日本的文化 那各位等於是今天是你們的第二集了 有沒有比較不緊張一點 我覺得今天感覺狀態蠻好 蠻自在 有種月月浴室的感覺 真光滿面喔 昨天晚上做了什麼呢 有好好補一下 吃好料 吃好料 沒錯 你們呢 還會緊張嗎 我們 你不要講話你一定不會 所以我們開始的時候不會緊張的樣子 對啊 所以我最緊張是不是 等一下就看你了 好啦 最緊張了 你現在應該汗流夾背吧 我現在汗流夾背 欸 欸 欸欸欸欸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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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到什麼時候 剛剛忘記什麼了 好 那 你們覺得我上次主持怎麼樣 覺得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上次這樣主持完會 在主持前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樣整個結束下來還行嗎 我覺得很ok 非常好 那下一次換誰 舉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來看你 幫我算道具 抽到牌了 抽抽牌嗎 抽到牌 又是國王 國王遊戲 國王子弟 我要1 下次當助理主持 2主持人喔 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節目單元有哪些 1 2 3 登登 默奚 這就是我們的默奚 不是登登 是 登登 乾淨俐落 一二三 登登 那今天呢 比起上一次多了一個 第一個就是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錄過 我們會邀請粉絲們在 我們台灣NICE的 社群平台上面留言 然後問我們問題 那我們如果有看到的話會盡可能的 回復大家 所以第一個就是粉絲來信 我們會回答已經傳訊息給我們的粉絲 然後回答他們的問題這樣 那第二個呢就是上次也有的 本月 今月の日本語 今月の日本語 OK我們今天一樣要學一句 新書大會要教我們日文 那第三個單元是 等一下 第三個單元是 再一次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一個 第三個單元是 plus minus密着 game 包600 包600 第三個單元就是 正負之間的 密拙遊戲 那到底是什麼密拙遊戲 反正就是很好玩 我們待會就知道了 好 第一個單元 粉絲來信 耶 我們接下來要來念一封粉絲傳來的訊息 再次感謝大家非常踴躍的 在我們的社群平台上面留言 或是寫信給我 我們真的很感謝 也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支持台灣單元是不用多來 那接下來這個粉絲 他的筆名呢叫做 最懷念小時候在家裡吃的料理是什麼 非常的知性 懷念小時候可能 不管是自己的長輩 或者是自己的哥哥姐姐煮給我們吃的 料理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什麼 讓你們懷念的料理 很明顯的大家都沒有先看過Round Down 沒有先想 沒有先想 有有有 有 效果 效果 好 我自己很喜歡吃麻婆豆腐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但是我發現 在 在台灣 就是 小時候吃到麻婆豆腐 跟我去日本 吃到麻婆豆腐是不一樣的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欸 你小時候 下次去日本大家吃吃看 我每次去的時候一定要吃吃看那個 日本的麻婆豆腐 而且是便利商店就很好吃 而且是跟台灣做的麻婆豆腐是完全不一樣的 差在哪邊 差在哪 我覺得日本的麻婆豆腐會稍微再偏甜一點 但是它那個甜不會是膩的 它是在料理裡面比較 味道會覺得哇 你覺得味道很飽了 那我們自己小時候吃的麻婆豆腐 家鄉味的麻婆豆腐是 比較是麻 比較是香 比較偏是鹹那個方向 那也是拌飯 但日本那個它是 如果說 台灣麻婆豆腐比較拌飯 我覺得日本比較順飯 欸那你吃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熊貓在吃竹子的畫面 你說因為 因為 因為是小川嗎 因為它要小公司 小公司裡面有隻龍嗎 多多多多多 有嗎 我那個Seven一尾播出來 我一試試看它就 哇 他那個光光射在臉上 眼睛就有 滿滿的紅色光射滿臉的 眼睛一定要準備 你看到這樣 欸欸欸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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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小時候是 有哪個親戚煮給你吃的嗎 爸爸媽媽 或是是 我媽很喜歡弄麻婆豆腐這個料理 但他做的很辣嘛 他吃超辣 那你也吃辣 我不吃辣 所以你小時候就邊吃邊哭 我一邊有淚 所以現在吃麻婆豆腐 我就會想到小時候在哭的時候 那些話 哈哈哈哈 淚留滿面 媽媽我不要吃了 給我吃 給我吃 不要浪費食物 那長大比較吃得下去辣 小時候是真的吃不進去 小時候吃不進去 小時候吃不進去 那真的是滿好吃 大家下次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試試看 真的跟 台灣吃完麻婆豆腐不一樣 你說吃看日本的麻婆豆腐 對對對 你去便利商店吃 你就會吃到蜜糖 所以便利商店都有賣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我其實上去沖繩 我有去G95點麻婆豆腐 但我覺得沒有很辣 唉唷 因為我是屬於麻辣派 我說日本不是走 對阿 他就是那個路線 他媽媽煮的很辣 所以我們下次去你們家 吃你媽媽煮的 我對你媽媽煮的比較有興趣 我媽會煮超大鍋 你會嚇死 我媽會煮超大鍋 你會嚇死 感覺就吃完有沒有 就是那個嘴唇 整個香香腸 對 是不是 好 那Gent 你有沒有什麼懷念自己小時候的 但應該也沒有小時候 因為現在回家還是都會想要吃到 就是我很喜歡吃我媽煮的餃子 但是那個餃子 因為我媽煮的餃子都 大概都這麼大顆 你確定是一口吃掉嗎 你沒有辦法一口吃掉 一口吃掉會變怎麼樣 欸 欸 欸 可是因為這個餃子 就是非常大 因為跟外面賣的不太一樣 因為外面可能一口就只有 對 外面都太小了 哈哈哈哈 今天真的要認真開起來囉 開起來 我就開起來囉 我扯你也扯出發囉 對 然後但是而且 我們家的餃子 我媽的餃子會有那個冬粉 嗯 喔 有點像韭菜盒子裡面 對對對 但是是肉 肉的餃子 九三二子說 你有肉 沒有啦 九三二子有煎過啦 媽的餃子 還要聊 不要好好聊天 好 對不起 對 但是因為它很家常 就是外面也都吃到 都吃得到 可是我還是蠻懷疑我媽做餃子 OK Shen 我現在想到的是 因為我的家鄉在宜蘭 然後宜蘭有一個超市是只有宜蘭才有的 然後 喜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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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知道跟那什麼茶都魔手啊 就是南部才有 當地的 對對對 然後還有什麼那個 那個還有一個 南部才有的一個炸雞 欸叫什麼 那個 丹丹 丹丹 對 各位朋友們去南部一定要吃丹丹 好對不起你繼續 喜戶會 對 然後它有賣一個很傳統的那種麻糬 就是你要自己 擠那個大小出來 然後我那個 花生粉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回憶 因為奶奶現在已經不在了 就是小時候她都會常常牽著我去超市 然後買這個吃 然後她會自己親手就是為我吃 所以都會想到這件事情 這樣回家的時候 你快哭 你在搞笑啊 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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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吃那個麻糬會 會想到 會想到奶奶 好看 那如果 那你演一下 我奶奶還在 我知道 那你演一下 一邊吃麻糬一邊吃麻婆豆腐的感覺 給他賺錢 欸 那你弄廚子了 一邊吃麻糬 麻糬 阿嬤 然後 媽媽 一邊吃媽媽很辣 阿嬤 阿嬤 大嬤 為大嬤 精神 到 快哀 快哀 阿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